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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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甚至包括了高雄湖内一带的电农 他们感念宁静王 这是朱树桂 在训国前对他们的体恤和关爱 又比如说像当阿弥的发明 淡仔面 多少好像和光绪年间 我们知道一位洪家的先祖 因为受限天后 没有办法出海捕鱼有关 如果我再说下去 搞不好有人不敢再到府城去享用美食 为什么 因为每一口都能尝出历史的苦涩和甜美 这一段故事 如果真说起来都超级精彩 对 因为就是说 我自己到台南去的时候 我就开始之前 就开始本来就有一个意念 就是说 那个地方的人为什么会吃那个东西 而一吃可能100年 200年 300年 这个当然不是只有针对台南而言 其实我们出国了 到很多的一些的不同的老城市去 总是会喜欢到那个市场里面 去看看 为什么他们家的茄子 跟我们台湾的长得不一样 为什么他们的番茄大小 甚至于有些时候滋味 还会不一样 所以从林林种种的当中 即使在我们台湾 或者是台南 或者是其他的小镇 他们总是会有一些的生活上面的历史 然后就潜藏在他们的食物 或者在他们的作物当中 这个是我自己 就好像把他当做一个小侦探一样 从这些的东西 找到自己开心的一个 有趣的做学问的方法 所以说起来 您吃了很多东西 但是其实你身边随身都携带 比如像放大镜 或者其他 对 放大镜那是比拟的 那是比拟的 是 当然是这样子 好 就算我们不想负担太多沉重的历史过往 至少你应该听人说过 比如说台南很多小吃都偏甜 比如说糖 好像都不计成本 往锅里倒 或者说 有那几家曾经开到凌晨 或是半夜的高级水果店 竟然也和府城 它的经济起落 销涨有关 浩宜大哥是不是很简单 为我们先介绍一下 让我们先听一下 这些又是都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很多人就会开始 会有一些 先从网络笑话开始讲 就是说当一个花莲人跟你讲说 哇 这次的地震 很大 这时候你赶快要投命去了 是 当台南人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好甜 那这时候你不要再吃下去了 那就代表台南人吃的食物 确实都比别的地方的 还要偏甜一点 是 那刚刚你的问题 其实也是所有人的问题 你常常问我说 是不是你台南人有产 过去有产糖 然后食物比较偏甜 是有 我记得我的外婆家 在乌树林糖厂 在白河附近 那就是很多白甘蔗 那就是产糖的地方吧 对 这其实呢 就有点适适而非了 因为过去呢 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大概有50座现代化的糖厂 是 即使从新竹 花莲台东 一直到高雄屏东 那这些地方都有糖厂 所以你说如果台南人吃的是因为有糖厂 然后因为产糖而吃偏甜的话 那理论上台中彰化 新竹苗栗 这些人也应该都是统一的 我说那个糖度甜度应该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只有台南 它会特别的明显 而让大家有点津津乐道 其实真正潜在的文化的力量呢 是台南的料理呢 基本上它的基因是福州菜 那福州菜呢 今天我们吃的福调墙呢 我们今天吃的红旬米糕 这些等等的 其实都是福州菜 是 台南呢 因为过去正从来的时候 所带来的那些的水师的火夫们 甚至于呢 帮这些达官贵人们 所煮饭的这些厨子们 其实都是福州人 是 所以已经奠定了福州菜 那种神出鬼没的田的东西呢 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 来到府城 或者到台湾各地方 当官的那些官员们 因为都是清朝派来的 所以他们都会从福州出发 对 那福州出发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那两串交 一个人就来了 他们还会带上一些的翻译 师爷 带上了一些的幕僚 当然也带上了他的 火厨房的主厨来 是 所以这些厨房里面 他今天不会从江南带来 他也不会从北京带来 他今天都一定从福州就带人来 所以福州菜又一直呢 在两百多年 台湾被清朝统治的年代 其实呢 在这个天龙国 所谓1.0版的天龙国台南 其实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是知府大人 我今天请各位呢 在台南的一些意见领袖们 到我们家来吃饭 这时候呢 当然我的主厨呢 就会献益 这时候献益 一定是献的是福州菜的益嘛 对 所以大家来吃得很开心的 之后 也说 嗯 知府大人 借到了料理 比我们家吃的再甜一点 哦 回家 马上呢 就会吩咐他们家的厨师说 下次给我糖放多点 比照办理 对 因为他就模仿说 哦 这是时髦的 这个是先进的 而这个呢 才叫做好吃的 或者呢 这个才叫做有地位 有钱的 所以台南人呢 在一个 那么多年的经济 算是台湾 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当中 食物这件事情呢 有一种的炫耀的感觉 炫富 那我觉得呢 这个食物也因着偏甜了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 从刚开始刻意的模仿 到最后呢 变成了一种的传统 变成了一种味道的 一种的赏味的 一种美学 所以三百多年来呢 快四百年了 这样子吃 变成有点根深蒂固 那我刚刚提到的吃水果 也是有炫富心态吗 有这个其实我常常就是 因为我自己常常在外面访谈 对 然后呢 就知道说 虽然我们今天 好像到处都有水果可以吃 可是你可以想象 当时候 比方说今天的土芒果 那它是不会在市场卖的 因为那个东西呢 就是树上里面 就会长出来 然后掉下来的东西 怎么会变成一个水果 或者变成了一个 今天一个经济作物 在那个地方 其实都是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日本人统治台湾 那个时候 日本来了 他看到呢 台湾拥有无限的热带水果的潜力 再加上他在欧洲 因为明智为新 到了欧洲呢 学会了饭后要吃水果 是 所以呢 台南呢 在日本时期的时候 就已经有应运而生的 是帮一些的 想要有社会地位的台湾人 跟日本人 然后他们呢 为了服务他们 在晚餐后 有水果可以吃 而不是只在家里面 切两个 凤梨 就这样了断了 他在外面 要吃水果 给人家看 原来如此 所以 我想起来了 其实 不只是水果 这是一个生活的章法 还包括了 我在府城 有碰到非常老 非常老牌的 什么东西呢 它不叫布丁 它叫布店 听说也是从日本时代 一路到现在 对 像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日本创的 一种的甜食 它是在 也是明治维新的时候 然后从欧洲呢 学会了这样子的 所谓的布丁 布丁真的是在台南 算是一个 说不清楚的 一种 大家喜欢吃的甜点 对 所以为什么统一布丁 今天你可以想象 统一公司 也是在台南的 那为什么会推出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已经在 整个的这个公司 它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呢 好像已经超过 三十年的专门了 对 历久不衰呢 所以这代表呢 它后面有很多的一些的 美食的口味之外呢 又有说不出来的 文化后面的背景的因素在 所以日本人当时候 就把这样子的 一个珍贵的食物带进来了 造成当时候台南人 假如能够吃到这个味道 那就代表呢 它可以夸耀的 它不止好吃之外 它还可以炫耀出 它比较行 吃得到这些的东西呢 是 所以等到日本 统治台湾 当时候已经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很多日本呢 然后呢 被抓去 当了军夫了 厨房的人 变少了 人力不够了 很多台湾人呢 就会 补上去 在这边的日本料理店 本来列为国家机密的 这样子的布丁做法 被很多台湾人看到了 是 所以学会了 之后呢 日本人走了 那这些的技法就被这些人模仿出来 而且制造出来的原汁原味 他们甚至于把它当做小吃 再开始卖了 所以日本走了七十几年了 那台南呢 就有那么多年的布丁呢 一直吃到今天 有专卖的店 甚至于呢 还有更新 更时髦的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食物的故事吧 是 一路看整个食物的脉络 演变下来 我经常会想 现在不是很多科技大厂 都在倾全力发展 所谓的VR技术 就是所谓的3D虚拟实境 对不对 比如说呢 它可以让你戴一副眼镜 所以可以看到 一般人看不到东西 它里面可能会 很立体 同时你也可以想象说 是不是同时存在另外一个空间 交叠在一起了 所以会不会有朝一日呢 比如说你站在台南街头 眼中可以同时浮现 比如说包括了 民政时期的海岸线 或者那些从台江内海 凸起的 所谓的二昆生 或者三昆生 或者呢 站在比方说 现在的林百货的楼顶 我们想想看 北望中一路的话 会不会同时也看到 像是荷兰人创建的 普罗明哲城呢 或者是民政时期的宁静王府 以及日本时期碰上了 4.5秒之号 妥协转弯的 所谓的市区改正计划 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很迷人的想象 未来的状况 就是说 因为台南呢 历经了一些 不同的政权统治过 那它又是最完整的 所以它还有很多的古迹 甚至于街道 甚至于巷弄 还有旧河的痕迹 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然 如果你要认识 一个台湾的历史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你先认识了台南 或许呢 就已经懂了 二分之一的台湾史了 那这个地方 再加上你刚刚讲了 一个虚拟的 一个眼镜戴上去的时候 可能可以看到 政策工厂的父子 然后在台湾的时候的样貌 然后清朝的那个时候 天地会正在革命的时候的样子 日本统治的时候 台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城市 那这个城市里面 然后又留下了很多 一些日本和风的文化 包括饮食 那我觉得呢 这个当然就是未来 如果当作一个户外教学 是一个很棒的 可是于我现在呢 目前的状况呢 就反而我今天偶尔会带一些人 导览 那这个导览的时候呢 就会根据你这个样貌呢 去做主题设计 哦 比如说我今天要走的呢 是乾隆时期 我们就把它叫做乾隆之旅 我今天呢 如果走的是 政策工来的第一天晚上 他住在什么地方 就从那个地方来 一直到了23点之后呢 郑克爽他的孙子 跪下来 跟清朝磕头 说我投降了 明正时期呢 就从第一天 到最后天的路线呢 就这样走着 大概三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呢 台南呢 他一直我是认为 就台湾的历史 还活在这个城市 以及他要等到 未来的那个实际的 那个科技 其实现在目前 如果透过一些 有趣的导览 自己的行走 你还是可以想象出 那么迷人的 历史的样貌 我们应该在那边 可以认识到 很多的古人 好了 其实没有真的一副眼镜啊 我说的是 整个对台湾历史的 一个了解跟提出啊 所以 浩玉大哥 您书写台南呢 已经堪称为 著作等身了 其实会不会觉得 早就已经戴上 这副眼镜了 那么 比如说现在啊 你走在每个街角 每条巷弄 你眼中 应该会跳出 不同年代的街景 或人物吧 对啊 就整个身上呢 就不只是3D 还是一个4D呢 对 就是说我今天呢 就是 我今天想要看的是 日本统治台湾 50年的时候 那么同时呢 就看到那个建筑物 看到那个巷弄 看到那个已经 算是遗迹的一个地方 对 那个时候的 时空切换 甚至于呢 在一个 一个那个巷子里面 就可以看到呢 当时候 有人力拉车 然后拉着 台湾人的遗迹 然后准备呢 要去食堂 要去陪那些的 达官贵人们 跟他们喝酒 像阴料里 对不对 对 像这个地方 然后人来人往 然后呢 又很多严肃的一些的 脱下军服的 但是还是看出来 是军人的样子 是 他往那个地方 在移动 然后再过两个小时后 每一个人啊 就是笑容灿烂的 因为喝酒喝多了 然后呢 有点走路歪歪歪歪歪的 是 从里面走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 那个年代的时候 一个样貌 而今天那个场景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正常的状况 可是你稍微眯一下眼 稍微透过一些想象力 那个地方 其实又火起来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啊 在台南看到那些啊 府城里的一些旧遗迹 或者一些古迹啊 其实应该会产生 很多联想 我们知道 呃 接下来就要谈谈看 整个府城 到底怎么去看待那些古迹 或怎么对待这些古迹的啊 既然已经怎么样都摆破不掉 历史的纠葛 台南人好像已经非常习惯 天天在那些不同时代的古迹 或是古老建物当中 生活和作息 而浩一哥您在撰写 在庙口收书期间 应该已经踏遍了府城 当中大小的古迹啊 呃 在您的印象当中 您觉得台南人 或是台南的在地官员 会不会比台湾其他各城市 更懂得如何去呵护这些 非常珍贵的文化资产呢 对 这是一个概念哈 当然是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台湾呢 整个普遍的对古迹 对历史现场 对一些旧炮台 对一些的老房子 开始呢 就会发现 其实它就是我们台湾的宝贝 对 但是那也是三十年前的时候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之前 我们或许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觉得到 哇 好老 好旧 好破烂 甚至带点脏乱的 你恨不得 眼不见为敬 赶快把它拆掉吧 对 那确实台湾有非常多的遗迹 或者很棒的一些的场景 真的就被我们的无知 或者对我们的认知不周全 状况之下呢 就会毁损了 对 当然这件事情 到今天 其实偶尔还会发生 当然会让很多人 就很气愤 当然你说 依赖政府来做这件事情 那利有未来 他们自己偶尔还会 似心疯了 还会做一些事情 那老百姓的普遍 我觉得呢 当大家有共事了 那大家有共事了 然后对这个城市的爱 就会变得很踏实 很真实 那当你有爱了 那我觉得呢 这个整个的 大家一起行动的力量 是一个非常的巨大 这一点呢 我是在台湾所有城市当中 发现呢 台南市走得比较早 或者走得完整 所以对于老巷 老街 甚至于呢 已经这样子的行动 已经开始改变了 台南市的都市计划 台南市的旧城呢 过去 整个早就有规划出来 要把那些的破旧的房子 中间开一条马路 又笔直又宽敞的 那最近呢 就把那些的道路的改变 全部都取消 重新再来做一个现状为主的 那怎么样子 把它弄得更细腻 但是呢 对于老的 旧的 古老的美丽呢 他们给予相当大的尊重 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民间的力量呢 已经超越了 然后被 让政府们开始的改变 他们当时候 傻傻的以为又直又宽 就是一个美丽 或者一个进步的象征 那我觉得这是台南 一个很大的 成功 也是台湾的百姓们 对自己的土地的 一个爱的 一种的具体的力量 这部分呢 我其实还想追问 因为我也是非常好奇啊 我们知道 很多的计划 或者很多的构想 它在落实成实际政策 甚至要推动的时候 这遭遇到很多困难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 多数的钱 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预算嘛 对不对 那有些大的计划呢 如果不是政府出面来推动 或者至少政府要非常赞成 但内靠民间力量可能非常难以成就歧视 对不对 对 你如果说人数够少的话 我相信呢 这个问题呢 当然政府是不会在意你的 可是呢 当所有人的力量通了出来的时候 那我政府呢 必须要重新思考 或者呢 就重新来认识一下 为什么老百姓 他的要求 跟他的诉求 跟他的主要的 反对你的都市计划的理由 在什么地方 他会低下身来 倾听人民的声音 那我觉得呢 这个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部分 我最想了解的就是 一样的故事 也会出现在台湾 其他的城市 对 但是很多城市到最后 比如说官大学文大 到最后呢 很多很好的构想 甚至很多应该要尊重一些地方 他们可能比中央了解 更多的这部分呢 常常到最后 就被中央强权下来 戈然而止 对 这个事情呢 当然就是一边做 一边拆 一边反省 但是又一边的建设 或者一边的保留 所有事情呢 其实都是错综复杂的 过去的台南 其实在从安平那边开始 那么一条 那么棒的 荷兰人所创的一个演评 然后呢 台湾第一街 对不对 对 那当时候呢 我们就一群人 已经去捍卫那个挖土机 整个开大的地方来 当然人数是少的 那结果呢 那条街的一半呢 就被拆掉了 对 那个巷弄是被扩宽的 可是 剩下二分之一的一半的 老的 样貌的 跟一边 有一个水泥的四层楼的房子 很唐突 我相信呢 如果 当时候的执政者 如果有远见 当时候应该是 好好的保留下来 当然 那这个地方呢 当然就是 明虎其实的台湾第一街了 那这样子的 我认为呢 政府也在学习 那到 即使呢 过了三十年后的今天 然后 当然很多的错误的政策呢 还会发生 可是我觉得呢 也因为这三十年来 各个地方 也包括台南在内 例如文史工作者呢 开始整理出一些的资料 或者呢 一些的故事呢 被大家的认知 甚至于同感 所以当你有这些的文字 当你有这些的力量 当你有这些的认知 那我认为呢 政府呢 这样很出了的手法 相对呢 已经渐渐在收敛 是 这个呢 是我觉得呢 台湾人对自己的历史 开始重视 甚至于理解 包括书写在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都算是我们大家 共同的胜利吧 好 如果提到这部分呢 我们如果描述的 还很抽象的话 我接下来 我想举一些 比较具体的实证 特别是在府城 发生的一些故事 让大家来联想一下 比如说 一提到老贱物去复旧 很多人会提到 最近的零百货 是不是 零百货能够在充当仓库 甚至废墟 几十年之后呢 还可以重新 用当年的风华绝代的身影 来面对世人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事实上当年 他在经过美军轰炸之后 据说他的 本身的筋骨都受到 很严重的损伤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他提到零百货 相对于和他 大概差不多时期的 在台北市衡阳路 及博外路口的 菊原百货 是不是 现在好像听说 也想复旧了 但是看起来 好像还遥遥无奇 因为他整个连外观 都完全跟以前 都完全不一样了 连我以前的样子 都样貌都不太相同 所以 台北这个百货公司 菊原是有点辛苦了 但是我们也期待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他的 过去的风情 能够重现 我觉得那也是 一个很棒的想法 或者做法 现在的台南零百货 早已经变成 台南重要地标之一了 现在年轻人到台南去 不去朝圣一番 好像就有点说不过去 你不从他里面 那些文创产品 去好好看一看 里面都精挑继续过的 然后你不去看看 他古老的电梯 你不到屋顶去看看 他那个比如说日本的鸟居 留下来的 这个神社 道河神社 你不从他屋顶去看看 包括他斜对面的 以前的银行的 现在土地银行的古迹 那么以及历史的样貌 以前的整个存在的样子 好像你就蛮逊的 你就有很大的一个遗憾 因为我有参与这件事情 是 然后从最早的时候的 无知状态 就觉得说天哪 为什么台南重要的一个街头 然后那一个破破旧旧的 五六层楼的 然后那窗户也破了 然后其楼的地方 有很多的资源回收 讲资源回收听起来 是比较好听的 其实在一个市中心 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基本上有一些的老先生们 然后一些的塑胶罐 一些什么样子在那边整理东西 然后所有的人 就要特别绕路而行 那就房子为什么不把他给拆了 后来自己开始在天野调查的时候 他知道说 哇 这个林百货 并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姓双木林 而是日本 也是一样同一个字叫海牙系 对 那他进来是台湾 第二早的百货公司 然后在追溯历史的时候 才发现 台湾在日本50年的时间 那日本过去 早年的百货公司 他们进去百货公司 都要脱鞋子 对 然后拉着一个袋子 装着你的又脏又臭的鞋子 然后在那边逛街 直到大阪的冬季百货公司 他们决定开放 之后生意暴涨 所以改变了日本的百货公司的样貌 同时在台湾的日本人 也看到商机 台北人也看到了 台湾的日本人也看到了 所以就设立了一个 整个在台湾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 然后呢 也经过因为加兰大尊的水灌溉 让老百姓 尤其是农夫们 他们的收成更加的丰饶 所以有多余的钱呢 可以买一些日式食品 或者一些看起来比较漂亮的东西 所以零百货就在这样子一个状态呢 就设立了 当然也因为经过太平洋战争 然后日本也走了 那个地方呢 就被一些的 一些的 当时候大江南北人 撤退到台湾来的时候 居住了 房子旧了 老了 窗户也破了 整个时间就好像说 但你还没有对古籍有认知之前 这样子的破旧的房子 似乎应该打掉 可是当我们在理解 很多人也在理解 甚至于呢 觉得说这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一个房子 所以整个政府那边的预算 开始整理 整理好之后呢 他们在思考 那这样子整理好的房子 其实古籍 最怕的并不是 编多少预算来修这个房子 对 把这个旧建筑修完毕之后 你怎么活化它 这个才是大灾问的问题 没有错 所以现在想起来 有的时候有点因缘忌讳 比如说在那个年代当中 竟然运气不错 没有被整个拆除到 一点都不剩 因为没有预算拆 是 这个可能也是 有人说 府城整个都市化停滞 其实这相对也是停滞的好处 保留掉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下来了 我好像听说 蔡南市府呢 还有意把连结零百货 也是所谓当年莫广亭的街景 好像整栋 联动楼房的外观 尽可能去恢复到 昔日的景观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 您觉得 我觉得呢 这个当时候 只是一个想象而已 真正执行是有困难的 因为你其他的 除了零百货 其他的民间 那可能或许有几个房子呢 他还有表面上还蛮像的 可是有很多人有完全彻底的改建的 所以我是觉得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对 但是呢 至少呢 就是你今天让这些的其他的建筑物的拥有者 也知道说 过去的荣光是什么 而今天呢 最重要是零百货 重新又让他发光发热 是 其实当时候这个老房子要重新要规划 说要做什么的时候 那我自己呢 也被组成到一个团队当中 我去做简报 那我一直当时候的简报的一个说明 我是说 就把它当作台南的文创的玄关吧 那很多人呢 就是在台南这么多的条街 这么散落的一些老房子 那么多年轻人 有些的创意 你如果把它当作玄关 就好像你进入客厅之前 会先到那个地方来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通路的入口 所以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我觉得呢 就目前为止 还是在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如果把一些所有老房子都恢复起来 那我觉得那也不符合实际的状况 再加上你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而且沟通上面也太困难了 是 经济并不是可以看到 眼前几年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转 所以我觉得 先把观念 或者先把几个点建立起来 让这个地方呢 能够维持它某种程度的影响力 让它继续说故事 当这个东西呢 在持续的时候 我觉得假以时日 它会更往好的方向倾斜 或者更美好的故事呢 在被传说的时候 那它就是一个蛮棒的 适合人居住 然后在那边依然过生活的好城市 好 听众朋友 您收听的是中广 一起看新闻 五点不一样节目 每逢周五为您推出的 一起放轻松单元 府城一哥 王浩一呢 持续在此 替大家描绘 府城迷人的轮廓 这个星期 我们关心 历史的纵深 究竟怎么点滴 渗透进府城的日常 才会让这座城市呢 即便寻常生活 也能展现出 和台湾其他地区 截然不同的风貌和气质 感谢王浩一大哥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